小朋友们你们好 欢迎来到兜唐王国 我是丸子姐姐哦 很高兴要和大家见面了 小朋友你好 我是你们认识的丸子姐姐 今天我又带你们来到了美丽的海洋世界 大家快看 这是谁 这是你们非常熟悉的巴克队长 是不是 他现在在海洋里 和这只 大大的螃蟹 还有这只大大的海龟 在海里游玩 他们三个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哦 在海里面玩得非常的开心 他们就这样游啊游啊游啊 你追我赶的 在海里面游着游着 游得非常的好玩啊 正在他们玩得非常高兴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只红色的小鱼 他看见巴克队长说 巴克队长你好你好 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 巴克队长说 好呀好呀好呀 好呀当然可以 那我们就一起玩吧 就这样他们三个的队伍 现在变成了四个 玩得更加热闹了 他们四个在海里非常快乐的游玩着 当他们四个玩得非常高兴的时候 一只小黄鱼游过来了 他游到巴克队长面前 他跟巴克队长说 巴克队长你好你好 我能和你们一起玩吗 巴克队长非常高兴的说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这样在一起的越多 我们就越热闹啊 现在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我们一起玩吧 就这样巴克队长他们的队伍 由四个变成了五个 他们就玩得更加的热闹了 在海底这样转得非常的开心 玩得非常的高兴 就这样转呀转呀转了好久 过了一会儿 一只章鱼走过来了 他非常不好意思的 走到巴克队长面前 他跟巴克队长说 你好你好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巴克队长看了一下章鱼 想了一下 然后说 可以可以 我们现在已经有五个了 加上你就六个啦 那我们现在一起玩吧 就这样他们的队伍又撞烂了 玩得非常的开心 当他们玩得非常开心的时候 这时候又来了一只 非常非常小的小鱼 他走到巴克队长面前 跟巴克队长说 巴克队长你好你好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这时候巴克队长根本就没有看见这只小鱼 他们仍然继续这样的玩着 因为巴克队长根本就没有看见那只小鱼 因为那只小鱼实在是太小了 他想和他们一起玩 但是巴克队长根本就没有听到他说话 就这样小鱼非常的难过 然后他就准备走 准备正在他准备游走的时候 这只小鱼看见了 这只黄色的小鱼看见了 他走过来 他问小鱼 小鱼小鱼你怎么了 小鱼和这只黄色的鱼说 你好你好 我想和你们一起玩 但是大家好像不愿意理我 小黄鱼说 怎么会呢 我刚才也是想来和他们一起玩 巴克队长马上就同意了 怎么会不理你呢 小鱼说 我刚才和他说了 但是他没有理我 这时候小黄鱼说 笑笑说 他说 因为你太小了 巴克队长可能没有听到 现在我帮你去说一下好吗 你在这里等一下我 就这样 小小的小白鱼就在这里等一下 小黄鱼来到了巴克队长面前 他说巴克队长你好你好 巴克队长问小黄鱼怎么了 小黄鱼说 你快看看这边 这边有一只非常小的小白鱼 他想和我们一起玩 刚才和你说了 可是可能你没听见 所以他有点不高兴 他能和我们一起玩吗 巴克队长非常不好意思的来到小白鱼的面前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刚才我没有看到你所以没听到你说话 当然可以和我们一起玩呢 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 非常欢迎你和我们一起玩 好吗 小鱼笑得非常开心的说 谢谢巴克队长 谢谢巴克队长 非常高兴能和你一起玩 就这样他们队伍又变个更强大了 然后他们小鱼就跟在小黄鱼的后面游啊游 游啊游 游的渴 开心了 他们不停地在这个海底游来游去玩得非常开心 玩了很久很久一会儿 这时候他们都玩累了 巴克队长对着这些小生物说 你们都玩累了 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我的欢乐章鱼堡玩一下休息一下呀 他们听说能去巴克队长的章鱼堡非常的高兴 说好呀好呀我们非常乐意去 就这样他们就准备一起跟巴克队长去章鱼堡 章鱼堡 就这样巴克队长说 好的你们等我一下 现在我去开我的灯笼鱼艇过来 我开我的灯笼鱼艇 带你们一起去我的章鱼堡游玩好吗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 就这样巴克队长去开他的灯笼鱼艇了 等了一会儿巴克队长看到他的灯笼鱼艇过来了 他来到了他们的面前跟他们说 好了鱼艇已经过来了 你们准备登上我的灯笼鱼艇吧 他打开灯笼鱼艇的门 鱼艇打开了巴克队长从鱼艇里面下来 他跟螃蟹说螃蟹螃蟹你先上去吧 好的螃蟹非常高兴的拿到了巴克队长的灯笼鱼艇里面 看到了灯笼鱼艇上面一站 后面都没有地方站其他小动物了 就这样海龟不知道自己还能站在哪里 巴克队长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海龟海龟 螃蟹螃蟹深得不好意思 我的灯笼鱼艇可能不够大 要不你们两个就跟在我的灯笼鱼艇的后面吧 其他这些小的小小生物就做我的鱼艇好吗 螃蟹笑笑说 好呀没关系啊 我和乌龟就跟着你的灯笼鱼艇慢慢的游吧 让其他小鱼就做你的灯笼鱼艇吧 就这样小鱼们都上来了 巴克队长让小鱼们都上来 章鱼哥也上来了 就这样他们都上来了 然后他和乌龟和螃蟹说 你们就跟在我的后面走吧 我的会慢慢的开的 我会等你们一起走的 就这样巴克队长回到了他的灯笼鱼艇上面 然后把鱼舱关起来了 准备回章鱼堡了 就这样游啊游啊游 它是非常非常慢的游的 因为他希望乌龟和螃蟹也一起去章鱼堡 然后他们就跟在后面慢慢的游 慢慢的游 就一起去章鱼堡了 小朋友 今天的就讲到这里了 他们现在都一起去章鱼堡了 我们说再见吧 再见 小朋友再见 小朋友们 更多视频可以在下方订阅我们兜唐王国 这样就可以成为我们王国的小公主和小王子啦 也可以拿起手机微信添加公众号兜唐王国 还有机会获得王国的公主或王子宣章哦 by bwd6